我国明年庆祝建国50周年 展望未来 李显龙总理说 新加坡必须要保持高度的警惕 以防生计可能被夺走 总理出席本地举行的福布斯环球总裁大会时也说 不过国人也应该有信心 未来能够做得更好 李显龙总理在大会上回答与会者的多个问题 在谈到因为引进外籍员工之后 基础设施不胜负荷的问题 总理说 政府已在兴建住屋 扩大地铁网络 情况已有所改善 主持对话会的福布斯集团总裁 史蒂夫·福布斯也问总理 过去十年担任总理 与未来的五到十年后 总理自己会有什么改变 总理幽默回应 总理会有更多质币的东西 今天 还没有更多质币的东西 总理会有更多质币的东西 但也有更多质币的东西 总理国人历史新闻料理优优独播由